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红法大师奴君洪台长是澳洲东方华语电台的台长 红阳国法与中华传统文化已有20年 奴君洪台长创立了新领法院 在世界段位内掀起了一股学博念经的热情 近年来奴君洪台长的红法足迹遍及世界各地 其中包括北美 亚洲 欧洲 澳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引起巨大波动 现在全世界已有超过500万人 跟随台长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和国法 卢君洪台长的网站更在短短的三年内 点击率超过2000万人 卢君洪台长的信众遍及世界各地 涵盖社会各个阶层 受益人群不计其数 敬验事迹举不胜举 数以百万计的佛友 通过修行心领法院 得到心领解脱 改变命运 离苦得乐 因此 奴君洪台长也被尊称为 活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在2012年7月 由英国荣敦主办 世界宗教联合大会上 奴君洪台长 容获世界和平奖这一殊荣 10月份又获得了 由英国国会上议院颁发的 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在2012年9月 奴君洪台长应邀前往 美国哈佛大学做大型演讲 这些沉寂与殊荣 不仅是世界宗教界 学术界 西方主流社会 对奴君洪台长 数十年足以日 广度众生 弘扬活法的最高肯定 也是我们心灵法门 学佛人的无上骄傲 泰国佛有众多 佛光普照 更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圣地 奴君洪台长 慈悲挂念着泰国的众多勇人 特意来到泰国 与大家广结善言 在昨天的悬议中树大型现场解答会上 大家亲眼目睹了 卢君洪台长 若君洪台长 葡藤世界的灵验神奇 佛法的法力一边 今天 卢君洪台长将再次为大家慈悲开示 相信天时地利人和 观世音菩萨的保佑 与容天护法的护实 本次法会定会非常殊胜圆满 我们今天的法会程序安排录下 首先我们有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 随后 卢君洪台长将为我们慈悲开示 接下来 再有几位同修上台 和我们分享他们的学佛体会和感悟 随后 卢台长将会当场看图腾 解答问题 大家请预先准备好各自的问题 当抽到您的号码时 请到台检准备 恭请卢台长看图腾的时候 如果您问的是在世的人 需要告知他的出生年份 生肖以及姓名 如果恭请卢台长看过世的亡人 则需要告知亡人的姓名 以及准确的解法 现在 新的卢君洪台长 邀请我们慈悲开始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喜我们追进了 如君洪台长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喜如君洪台长 为我们除非开智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星屠下 感恩那个龙天护法 感恩全世界的佛友和各位嘉宾的光明 佛情有情欢聚一堂 天地人合一 能让我们拥有美好的心灵和爱 让爱在佛光普照下 让我们所有的人共同沐浴 谢谢 谢谢 泰国 宿以千佛之国文明于世 是佛教的亲和包容和慈悲 的民族情怀在黄袍佛国 是泰国柔性文化的基础 所以也是世界佛教传播的圣地 能来到这里 弘扬佛法 是皆佛员 是每位学佛人和台长的善人所致 我再一次感恩你们 也再一次感谢所有的佛友们和嘉宾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 在即将到来的泰国新年之际 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这个世界天灾人祸不断 泰国的水灾造成了将近有一千人的死亡 四百四十万人困于水中 还有洪水无情 但让人们反思地想到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 怎么样能够避开灾难 得到菩萨的保佑 所以我们必须要拜佛 要求佛 首先要保佑众生 因为众生是有佛缘的 所以需要慈悲地去帮助他们 只有众生的平安 我们才会得到平安 台长曾经告诉大家 有一个村庄 面临的洪水 有两种人 两种意见 一种人说 我们应该在村口 筑起一个大坝 不要让洪水进来 每一家 每一户都要为这个水坝出力 同样的 还有一拨人说 我们不在村口住坝 我们在每个人的家门口 全部筑起自己的坝就可以 最后 还是想在家里 筑起自己的围墙的人多 洪水来临 把整个村庄 全部的都淹没了 说到这里 就是要懂得一个大乘佛教的道理 也就是说 你要想帮助自己 你必须先帮助别人 你能帮助到别人 你就保护了自己 所以我们学佛人 首先要帮助别人 自己才能得到活性和平安 众生在末法时期 因为天灾人祸 所以是共业所为 也就是说 大家都在做很多 不如理如法的事情 所以天灾人祸就不断 所以我们现在学佛人 就是要改变气场 大家想一想 小的气场 游在家里的气场 今天夫妻两个人 争吵不开心 你讲一句话 我不要听 我讲一句话 你不要听 这就是气场不相合 我们整个的宇宙空间 也是讲究一个气场 想一想 如果大家都和睦相处 这个城市就是和睦相处 这个国家 大家都是和睦相处 那么这个国家的气场 就非常好 如果全世界的人 都是和睦相处 那一定没有战争 只有和平 所以希望大家 共同来抵制我们的共业 人恶祸制 一个人如果非常的恶 他的祸就来了 人善福制 一个人如果很善良 他就会有福气 所以很多人经常喜欢讲人家不好的人 他很容易被人家讲 这就是人为什么经常会自己找自己的麻烦 有一位老和尚带着两个徒弟 一个小徒弟在洗碗 一个大徒弟冲冲冲冲跑到大和尚 老和尚这里来说 师父师父 小师弟把碗都打碎了 老和尚笑嘻嘻的 开导着他说 嗯 他是打碎了 嗯 他非常不好 我相信 你以后永远不会打碎碗的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他 人都会犯错 所以不要去说人家不好 因为你也有可能被人家说 所以学博人要自律 自度才能度别人 佛门里面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叫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实际上你们知道这个屠刀是什么吗 就是我们人身上的贪 这就是杀我们的屠刀 这就是杀我们的屠刀 因为人一贪心就把刀割在自己脖子上 我今天不贪我得到了更多 我越贪我越难过我心里越不舒服 那这就是割你心的刀 贪不到就难受 所以称恨别人让自己也是非常的难受 经常贪念四起 而且经常称恨长起的人 他一定会慢慢的就变成鱼痴 所以很多人为了去对付别人 他经常会做出很多鱼痴的事情 所以台长希望大家要懂因缘 实际上在一个因缘的世界当中 我们人跟人的接触都是因缘 如果好的因缘 那么可以延续很多 如果一个不好的因缘 那么让你会衰败很多 所以台长希望大家学博要懂得珍惜因缘 想一想我们过去的好朋友 我们过去的亲人 很多人都离我们而去 实际上就是因缘短 希望大家珍惜现在还有的因缘 今天我们还有好的朋友 我们今天还能自在的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今天还能快快乐乐的 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无病无痛无灾 那就是活缘 那就是福气 所以珍惜因缘 你就拥有了生命 不珍惜因缘的人 就遗失了生命 要知道因缘 那是我们的生命啊 因为因缘会让你有果报的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因缘 那么我们才能得到善良的果报 能不能让这个话题再响一点点 好吗 台长告诉大家 有一个人和一个朋友去散步 他跟这个朋友呢 是他认为小学里最傻的最笨的一个同学 现在呢是一个乡镇企业家 就是生意做得非常的好 当他们走到一个岔路口的时候 看见一个盲人拿着棍子 哆哆哆哆就走过来 走过来之后呢 这个盲人呢 就沿着他们要走的那条路呢 慢慢的在摸索的往前走 然后呢 走得很慢 他与朋友边走边谈 他谈到他们两年 他这个人两年 两年当中五次跳槽 就是五次换工作 到现在也是非常的困惑 而且经济上各方面都不行 所以朋友就没说话再微笑 这个时候这个人突然之间回头一看 那个盲人怎么没了 他的朋友就告诉他说 因为我们东看看西望望 我们一边走在一边闲聊 而他就是这么专心的在走路 听了这句话 他心里非常的震惨 难道我们人不就是用这么深刻而有静的道理吗 每个人只要沿着自己 认为是好的路往前去走 一门心思的精神去往前走 你一定会走到成功 而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东看看西望望 遗失了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到现在一无所成 我们学博人也是这样 我们不能东看看西看看 我们要一门精进 既然我今天学博了 我就要像一个学博人 我就要一门精进 这样你才会得到无限的效果 让你得到更多的智慧和发喜 所以很多人说修心和修行 实际上一个人的行为是由心理造成的 当你心里不开心的时候 你的行为就会让你不开心 所以一个人的行为代表着你的心理 所以在科学家有一句叫心理行为 所以台长跟大家说要学会命会和生会 命会就是你的脑子非常的有智慧 碰到什么事情你马上就会想出办法出来 生会是你做出来所有的举动都是非常有智慧 台长说一个笑话给大家听听 一个小孩子读书非常不用功 他的妈妈就是不懂得生会和智慧 跟孩子说你要用功啊 你非常不用功啊 你看看你再不用功读书读不好 跟你爸爸一样工作工作不好 老婆老婆也找得不好 小孩子说妈妈你终于说了一句实话了 说明一个人不当心就会把自己的意念 一些理念说出来 所以人生很重要 需要有智慧 智慧是什么 就是冷静 一个人冷静就会慢慢的有智慧 智慧是什么 他勤思考少说话 所以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叫 沉默是尽 一个人话太多了 他智慧就不会藏在他的身边 所以话少的人 他会冷静对待所有的事情 他会有智慧 而且滴滴不休 讲话从来不知道停止的人 这个人智慧不多 所以希望大家学博人为什么要懂得俱进 就是要静得下来 所以学博人说 戒定会 首先你要戒 就是不要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你才能心定得下来 然后心定下来 你才会有智慧 看看很多法师基本上从来不讲话 你说半天 他冲着你说一句话 阿弥陀佛 他们是最有智慧的人 希望我们碰到什么事情 不要紧张 不要慌乱 要学会安定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做人真的要当心 有的人这辈子在人间做的不好 就会下辈子叫 披毛带脚还 实际上很多人说 下辈子我这辈子不能还你 我下辈子一定披毛带脚还 这种话不能说的 因为你说了这些话之后 他地府都有关给你记录的 在台湾的凤山农村 有一个地方生了一头牛 这个小牛生出来肚子上有三个字 这三个字就是临村的一个人 而临村的这个人 就是经常跟他们这个村里面闹意见 打斗的一个主要的山寨网 所以这个人的名字在这个小牛身上之后 他们山寨知道报应来了 就拼命的去跟他们去讲 要把这头小牛买回来 而这个山寨知道他们报应到了 已经投了牛了 就拼命的不肯把这头牛卖给他 你出多少钱我也不卖给你 就想折磨他 让他耕田种地 让他来还 想一想 后来还是通过很多的长老 过去帮他们讲 最后把这头牛卖给了他 卖给了他之后 他们两个村庄化解 渊解 但是从这件事上 就可以看出 一个人如果在人间不好好的修行 真的有皮毛带交换 要注意 人总是这样 我们人对亲近的人太口渴 对陌生的人又显于过量的宽容 实际上因为对自己熟悉的人 人总是觉得你左不顺意又不顺意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因缘果报 所以当一个人对某一个人特别好的时候 这方反而会对他特别不好 那就是还债 如果对一个人人家对你特别好 你一般的不会太介意他 那就是他欠债 所以懂得这些道理 你不管每一件事发生的时候 你要懂得 你听到的 实际上很多 很不是一种事实告诉你 当一件事情发生 我告诉你啊 你知道吗 怎么怎么怎么事情 这件事情不一定是真实的 一定是对方的推托之词 而事实的真相 往往是你自己的预感 预测中那种最坏或者最恶的那个事情 所以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对事物的理解不一定都是对的 还想告诉大家 有一只驴 他帮着主人过河 这个驴的身上堆着很多的盐 他不当心的跌入了河中 跌入了河中呢 他起来之后发现 他的身上突然之间清了 大家知道盐一碰到水就化掉了 这个驴想啊 哎呀 多好啊 我已经学到经验了 第二次 驴帮主人 驮棉花 又过河了 他觉得 过河太累太重 他假装跌倒了 在水里 没有想到 棉花进水越来越重 最后把这只驴淹死了 人要学会 自己的思维不一定正确 自己对事物的理解不一定对 希望大家要懂得真正的真相 那么台港今天告诉大家 轮回的真相 很多人都知道 六道轮回 实际上 轮回是什么呢 是因为 因果是由你的外心所造作的 因为外心是什么 就是做念 因为你的思维上起了不好的念头了 所以你的精神也会起不好的念头 举个简单例子 你说我没有做这个动作 我没有说这个话 我没有做错吧 想一想 如果一个人天天路过银行 我从来没进去抢银行 但是我路过银行的时候 我看一眼 心里在想 我真想进去拿他一把 我再出来 想一想 这是不是意识在犯罪 所以意识犯罪 实际上人也是在犯罪 希望大家要懂得 你的念头只要一动 你已经在造六道轮回的因了 所以希望大家念头都不要乱动 因为你念头一动 你的心就会颠倒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本来家住的挺好的 在我们澳大利亚 很多的移民刚刚过去的时候 有很多的香港移民 他们到了澳洲之后 人家跟他说 哎呀 有一个房子啊 是这种啊 这个三房一厅 这个厅打得不得了 哎呀 多少多少钱 他一想 在澳大利亚买房子这么便宜啊 哇 三房一厅啊 这么漂亮 在香港花这么多钱 只能买个两房一厅 而且很小啊 他开心了 哇 买一个房子去投资了 住的很开心的 天天开开心心 住的很开心 好了 人家叫他到别人家去参加 圣诞节的party 就是那种聚会 或者参加一些人的生日宴会 到了人家家里一看 那种花园洋房 哇 我的妈呀 这么大 豪宅呀 回到家 看到这个三房一厅 怎么也不舒服 怎么看 怎么难过 怎么想 怎么不舒服 天天难过 我要换 我要换 然后心里就不舒服了 时间长了 病也来了 心脏不舒服 天天想去赚钱 所以这个人的心态就变了 这就是人为什么要控制住自己 所以轮回就是产生不正见 所以你看了不正了就是歪了 所以学博的人和人的观点都是一样 台长经常跟你们讲 一个钟 不管什么钟 只要走的正 那就是正 就是好的 如果这个钟 哪怕你慢一分钟 半分钟 快一分钟 那你这个钟就是走偏了 我们学博也是这样 我们只要学的正 那么我们就是正钟 如果学的不正 我们就是偏的钟 希望大家在学博当中 要正信正念 正实 那你才会成立于正实 正硬感 也就是说 真正的学到佛的正的东西 叫正佛 台长经常给别人呢 在节目当中呢 看图腾 那么有一个人呢 他呢 是在 在那个 自己呢 在我们澳大利亚 有黄金海岸 他买了一个房子 他一直想把它卖掉 但是一直没有卖 卖不出去 没能还价 那么他就跟台长说 台长我念经之后 能不能把这房子卖掉 我说你试试看 结果他念经之后 开始念 他就求了菩萨 我当时跟他说 你不要马上求菩萨 你念到一定的时候 再求菩萨 可能笑话会好 结果呢 他一念经 没多少时间呢 他就求菩萨了 结果呢 第二天 他就有人来看他的房子 而且他第二次 又求菩萨念小房子 说把我的房子 快点卖出去 马上就有人开架了 只有修行六个星期 他两年没卖掉的房子 居然在六个星期卖掉 我给大家请一听录音 谢谢大家 各位台长您好 终于早上啊 我是刚刚才经理法门的 真的是很明很明的 台长我跟您讲 因为以前我在 沟沟寺这个初中的房子 一直卖卖卖卖 根本都没人来看 也没人来还价 但是我念经 我也没有许什么月的 我就这样一直念 念家 忽然我就想 那我要许一下 说我希望菩萨帮我 就是赶紧把这个房子卖掉的 然后我就开始 烧这个房子 然后那一天 那个A子又打电话来了 说已经有人 要求来看房子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 我就在菩萨面前 就是北面一种心 我都跟菩萨讲 希望菩萨尽快地 帮我把这个房子卖出去 然后那一天 那个A子又打电话来说 有人已经开架了 所以你说台长 你访问多零 真的真的 我才修了六个星期呢 就开始念经念经 然后开始烧 真的是很没很没 谢谢大家 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呢 房子卖不出去呢 也多多念经 但是要新修新才能念经 新修得好 房子才卖得出去 台长告诉大家 很多人问台长 台长啊 我怎么没有贵人员的呢 人家都有贵人帮助 为什么我没有贵人员呢 台长告诉人家 很多人有贵人帮助 我教你们一个方法 怎么样会有贵人 大家说好不好 教你们的方法好了 很简单 你把每一个人 见到你的人 都当成你的贵人 你对他们都非常好 你的贵人员已经形成了 当你把所有的人 都当成你的贵人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会帮助你 你已经形成了一个贵人的气场 得到贵人的气场 加上人的气 也就是说 你就会得到贵人帮助 我们今天把所有的学博人 把所有的朋友 都当成你的贵人 所有的人都给你帮助 你不就是有着贵人 你不就是有着贵人员了吗 所以希望大家要知道 人跟人 有时候心气不通 没有关系 那是因为夙愿 就是上一辈子来的 所以很多做妈妈的 一看见孩子 就说 哎呀 跑载回来了 很多人都会说 哎呀 抱住一个小孙子 我的小祖宗啊 你们知道吗 台长经常看见 很多小孙子 生出来 真的是他过世的祖宗 再偷胎到他家呀 不讲不知道 一讲吓一跳啊 这些小祖宗 自己的爸爸妈妈 自己的爷爷奶奶 全面跪在他面前 给他打耳光 眼睛把他拉下来 还说 小孩子的手这么灵巧 大起来一定能弹钢琴 话音没落 啪又一下 真可爱 那不是祖宗是什么 希望大家好好的懂这些道理 所以我们人在做善事的时候 就在不断的击辅啊 我们人在做恶事的时候 就是不断的在消腹啊 你们知道 我们用信用卡 这个credit卡 对不对啊 我们有时候 自己有这么一点信用卡 在全在里面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啊 拼命的用啊 用啊 用啊 等到用到一个月 这个账单来的时候 一看 我用掉这么多钱啊 你们现在 前世带来的一点福分 你们今世就在不停的 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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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哪一天 账单来的时候 生病了 生癌症了 突然之间撞车了 那个时候 实际上 就是你们的信用卡 已经已没有这个信用了 所以你们就会受到报应 希望大家在有信用的时候 多做善事 多鸡不得 我想 那么你们的信用卡 是永远不被投资的 台长告诉大家 过去很多皇宫里都养了很多的善养那些高僧 过去的旧社会 就是很多年以前 那些高僧啊 他们都眼睛和有预感 都也有神通 而那些神通的人呢 他们呢 在这个世界上呢 他们受到国王聘用到他们的皇宫里 这个高僧啊 在皇宫里有一天跟国王就说了 国王 骑兵国王 平生要离开皇宫 那么国王就说 为什么 因为国王 这里很快就会有灾难 你这里的城民和你 很快就会被大水所淹没 就像河里的鱼一样 国王说 何以见得呢 就是你怎么知道 这个僧人告诉他 在城外有两头十狮子 这两头十狮子 如果眼睛里掉血了 流眼泪是血了 那么这个城市在一个月左右 他很快就会被水淹没 那么国王听后 非常的难过 就送平生走了 然后国王天天害怕 又怕告诉别人 引起城中的居民的恐慌 他就跟女儿说 公主 请你天天穿成普通人的衣服 到城外假装去买菜 天天看看两头十狮子 眼睛里有没有血 结果这个女儿就天天到城里去看 回来告诉爹爹没有 爹爹就放心了 好几天的出现 那么有几个做生意的人 他们一看 哎呀 国王的女儿 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天天来看 一定有问题 好几天去问这个女儿 说为什么你要来乃菜 你是国王的公主啊 公主被他讲得实在不行了之后 说了一句话 说你们知道 只要这两头十狮子 眼睛里流血 这个城市就要没了 那几个生意人一听 好机会来了 我们可以发财了 然后他们就想做这个贼 很多几个生意人串通起来 把牛和羊宰了 把他们的血 等到这个女儿公主来买菜的时候 放在这个两个狮子的眼睛上 这个公主这一天跑过来一看 两头狮子子里边全是血 吓了 赶紧回到家 国王大事不好了 这个城很快要淹了 因为狮子流血了 所以国王一听 马上就开始搬迁皇宫 把皇宫卖掉 把所有的一切值钱的东西全部卖了 那些商人一看计划成功 马上就跑得去把皇宫买了 把所有的东西全部买下来 开心啊 皇宫沿到山上去 这个城他们就做皇上一样 天天在皇宫享乐 一个星期之后 狮子眼睛真的流血了 因为他们看不见 已经被羊血和牛血遮住了 一个月之后 潮水涌向了村庄 这些商人和这个皇宫 所有的人全部淹没 因为皇上国王走的时候 把很多的成云带到了山上 而那些贪心的生意人 就被海水全部的淹没 这个故事说明 人不能去贪 因为越贪越贫 大家都懂得 中国人如果文字当中 一个贪字和一个贫穷的贫字 很像 贪字和贫字就缺这么一点 如果你一贪 这一点就是你的心 越贪的人越贫 真正富有的人 是知足常乐的人 真正富有的人 是不贪的人 今天还在贪 明天还在贪 他永远是一个贫穷的人 所以 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不要去占人家的便宜 什么叫圣人 什么叫小人 天天啃不出的 帮助别人的 那就叫圣人 天天想占人家便宜的 那就是小人 希望我们学博人 永远远离小人 我们要懂得 因为人生苦短 实际上 莎斯比亚歌剧里面 大家都知道 讲过一句话 人生就是受苦的 大家要懂得 我们在看一个 莎斯比亚歌剧的时候 我们坐在下面 我们已经知道 这是以悲剧手场的 我们人难道不是这样吗 当我们出生的时候 我们知道 人一定会死的 所以在这个短短的人生当中 我们要做更多的 有益于众生的事情 我们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我们要做一个帮助人家的人 这样我们活着才有意义 所以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悲剧 永远会发生的 所以我们就要珍惜人生 今天我们还有烦恼 就把烦恼放下 我们今天还有贪念 我们就不去贪这些事情 我们今天还有苦恼 把苦恼放下 我们开悟就是解脱 我们要明白 今天是今天 今天不等于明天 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昨天的事情就让它过去 学国人永远要拥有一个 美好的明天 台长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在回答问题 那么台长有一次呢 台长一个听众打听电话来 台长说 这个听众的记性不好 偏头痛 腰不好 小腹脏痛 关节不好 他的毛病真的很多 还有内分泌是条 小偏不好 所以呢 最早的 最 台长找出他的根源呢 他心中啊 有两件事情放不下 我给大家听一听录音 是当时台长在广播里 回答的录音 谢谢大家 台长啊 你好 我想给我看一下 是不是你的 我的头疼 你要当心吗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的脑子啊 气性一塌糊涂啊 是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的头啊 有点痛啊 偏头痛啊 嗯 还有啊 你的腰很不好 是 还有你的肚子 小腹子里脏痛 嗯 是 还有关节不好 是是 明白了吗 还有掉头发 是是是 我就告诉你 现在你的内分泌 严重失调 所以你的睡眠也不好 小便不好 明白了吗 嗯 对 小便特别不好 啊 这就是我讲给你听的 你现在吃东西 我希望你吃东西要规范 不要早一顿晚一顿 很差的东西 吃在这个贼宝 有营养的东西很少 你听得懂吗 对对对对 是个很对很对 哈哈哈哈 哎呀 很对很对台长 哎呀 很对很对 我告诉你 你自己要懂得 你现在因为台长 刚刚看你图腾 你心中有两件事情 一直挂在心头放不下来 就是造成你心里有很大的压力 身体才会这样 你明白了吗 嗯 好好好 台长说你有两件事情 对不对啊 孩子的事情 他已经挂在了 我就是 我是老大 所以我很苦 很苦 谢谢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 学佛人 人与人的相处之道 一定要学会勇人 所以学佛人一定要能够忍耐 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 就是不懂得慈悲别人的人 所以我们泰国是个佛国 台长知道 泰国人非常的慈悲和勇人 所以才有千佛之国之称啊 钱可以买到床 但是你买不到睡眠 钱可以买到珠宝 但是你买不到美丽 钱可以买到房屋 但是你买不到家庭 钱可以买到娱乐 但是你买不到快乐 希望大家要懂得智慧 所以智慧有三种情况组成的 智慧 首先要考虑什么事情都要周到 帮人家想考虑问题要周到 第二要语言得当 做人讲话一定要语言得当 实际上人跟人的相处之道 就是要相互尊敬 第三要行为公正 我们做人做事情 行为一定要公正 一个有智慧的人 才是无边无量的人 一个有智慧的人 那才是慈悲的人 一个有智慧的人 在人间就是常想着别人 忘记自己的人 台长 告诉大家 珍惜我们今天的每一分钟 每一秒钟 珍惜今天 你就会拥有更多的时间 珍惜人生的因缘 你就会把握住自己的一切 珍惜佛法 你就会拥有佛法 珍惜人生 你会拥有这人生 这就是人生的哲学 所以希望大家要学博 要珍惜自己的态度 把握时间 我们从今天开始 从现在开始 那你才是现在真正的人生 好 那么今天呢 因为时间关系呢 台长呢 就给大家 开始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有所收益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那么台长呢 有两个我们的佛友 讲一点他们的体会之后呢 台长呢 差一把脸汗很多 所以呢 我马上上来了 给大家来看图腾 你们凡是有什么家庭麻烦 过世的亡人 自己的孩子 还有很多自己不知道的 所有的一些事情 台长都会当场给你们看 包括你们的身体 你们远在天边的亲人 台长都会帮你们看 好 那么让台长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给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感觉 感恩大喜大喜的 如迷洪海岛